馬桶的部分呢 我們特地兩間裝的不一樣的 這個是TOTO的 外面的是小米的 親愛的 我這樣臉上這樣有美嗎? 沒有美 就一定的啊 你這種光線一定 那我這樣看起來 要去了嗎? 這樣 都沒有美 你要去大便喔 我相信大家 你有覺得為什麼我們家沒有廁所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介紹到 我們今天要介紹最後一樣 真的是最後一樣的廁所 就是我們家廁所 對 我們廁所有兩間 一間是客浴 一間主臥室的浴室 有總共有兩間 對 沒錯 我們得裝潢的想法 到底是什麼呢? 好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廁所 一開門 欸! 自動亮燈 對 一開門我們就會有一個 自動感應燈的部分在這邊 有一個 寶貝金星設計 對 就是我裝了一個 米家的感應器在這邊 而且喔 我跟你講 我最近還裝了第二顆 因為我覺得最近都不會亂按 就是比較不會按掉 對 如果洗到洗久一點就不會按掉 因為原本裝的那顆啊 如果設定它上面都沒有人就會熄掉 所以啊 可能你在大便的時候 燈還是會按掉 我又在這裡裝了一顆 兩顆 就是要同時三分鐘沒人才會按掉 它可以設定啦 你在開燈的時候啊 只要觸發一個 只要它感應到 或它感應到就會亮 可是關燈的時候呢 要兩個同時都沒有 它才會關燈 這個我把它放在旁邊 就在這裡設定 齁 自己研究一下 好 Let's go 你確定你會爆嗎 會啦 會啦 OK 好 那我們的浴室 兩間都是沒有浴缸的 我們都是只有淋浴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廁所比較小間 對 所以我們是兩間都只有淋浴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整個的布置 最後我們再來比較一下 這個是小米的碼頭 然後隔壁啊 就是主臥是用TOTO的免治碼頭 兩個 差一點使用的心得是什麼 好 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 就是設計 反正呢 這個大家應該有印象 這是我們從淘寶買的 呵呵呵 那現在已經鎖上去 這也是從淘寶買的 還有這個 也是從淘寶買的 我們把它連結放在底下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 對 然後淋浴的部分呢 兩間這個都是一樣 都是TOTO的 就是上面有一個花灑 這邊有一個水龍頭 TOTO的東西啊沒有想像中那麼貴 我們以前就有講過 其實可以上它的官網看 每個月都有自由配的活動啊 其實就從官網去訂也不會太貴 會找水電郎 這種花灑的水龍頭啊 這邊一樣有一個淋浴頭 然後這邊有水龍頭 這一組大概是一萬五千塊 然後呢 這邊就是流理台的部分 然後這邊我有設計一個抽屜 這邊就是放一些毛巾啊 浴鏡啊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鏡子的部分呢 我們是做了兩片 因為當初本來是想做一大片 可是怕那個重量太多 所以是把它分成兩邊 那兩邊裡面是都可以再放東西的 哇 我把所有廁所用得到的東西 都先放在裡面了 有沒有發現很多很小罐的 很多是飯店拿回來的 對 這個飯店拿回來的 我都會就是 還是都會用掉 所以就都會把它帶回來這樣 然後這個櫃子啊 我們是給系統櫃一起做 那基本上我們不太算乾濕分離啦 我們只是防止水去潑到這裡 對 我們沒有做乾濕分離 因為我們的其實這邊也不寬 那你真正吸的喔 就是大概也就是噴到這 所以我這邊放了一個墊子 然後出來的時候可以踩乾腳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地方 然後系列上一點設計的很漂亮 你看這個 這個瓷磚 那個瓷磚是 就是你自己組合拼貼成你想要的樣子 然後我當初設計廁所唯一的概念就是 第一個概念就是 一定要很容易清洗 所以我選了灰色 因為就算髒眼也是灰色 然後我們一樣有裝一個 TOTAL的熱風的系統 這組好像也是一萬多塊 那你覺得好用嗎 我覺得它很方便 你基本上你用了你就回不去了 因為有的時候啊 就是你冬天洗澡就開暖房 它又有分強跟弱 那我們有的時候 全家人都洗完澡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乾燥 那在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內 它廁所是全乾的狀態 然後這個的話 你對我老爸如果大便太臭 我就會按換器 你大便是香了嗎 就是你就會實際上 它所有的功能 基本上你都一定用得到 而且你這個用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打掃廁所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對 然後它的位置在這 不過這組唯一的小缺點啊 它沒有連動開關 就是如果我開燈關燈的時候 它不會連動 一定要在自己按 我覺得有時候會忘記 所以有些人啊 還是會在廁所 在裝原本的那種排風 可是我你們沒有 就看你自己囉 嗯 這個臉盆價格大概在五六千 嘴龍頭部分大概三千五左右 對 然後 新店菜妳的最愛馬桶多少錢 多少錢 我不知道 一萬一萬五啦 好像一萬七我印象是一萬七 對啊 這一個也是在自由選裡面 有一個比較矮的 就只有這一個 因為當初我們覺得 這個比較矮比較好看 而且它是水龍捲喔 嗯 欸 它怎麼包保鮮膜 對 因為我等一下想要噴射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先把它包好 當初選購到這個桶 對啊 這也是上次 我們有介紹過的啦 對 你看這樣配起來是不是真主很好看 對啊 整組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這個客房洗澡啦 我們很少在主臥房洗澡 所以 主臥室基本上只有我一個人會用 對 主臥室就沒有裝感應燈的 就是它要自己開 沒有 我還沒有裝 主臥室的話比較小 它其實就是一樣 跟外面的那一間是一樣 就是一樣有一個超屁可以放腦筋 然後洗手的部分 然後這邊就是都變成只有一個啦 然後主臥室的顏色就是挑的更深一點啦 稍微深一點 這仔細照我再看一下 因為它瓷磚的顏色跟這個顏色是不同的之外 其他都是一樣的 對 沒錯 兩邊顏色不同 然後連馬桶啊 這個眼盆啊 都一樣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一樣 這邊有擺一個這個置物架 也是跟隔壁一樣的 這個也是跟隔壁一樣的 我都會把商品連結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主臥因為很少洗澡 然後空間啊也非常的小 那所以呢 我們只是用簡單用兩個玻璃 把它隔起來 沒有做完全隔水 因為我們很少在這邊洗澡 重點就是如果 要洗啊 不要噴到這邊 不要噴到這邊就好了 對 所以沒有乾絲分離 那接下來最重要就是 馬桶了 馬桶的部分呢 我們特地兩間裝的不一樣了 這個是TOTO的 外面的是小米的 TOTO的這一個啊 它的型號是 TCF931T 這個啊如果在官網的標價是 3萬7啦 大部分折扣以後的價格都在2萬5左右啊 對 因為它會有些自由配合的活動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 那像我們這一款是沒有烘乾功能的 對 我當初是選沒有烘乾的 這一款是比較中階的啦 也沒有到最高階 可是還不錯 它再往上去啊 可能會有烘乾 馬桶會自動防蓋 那個部分對我們來講比較沒有 對 用處 欸 烘乾我聽說要烘到5分鐘才乾 對 因為我覺得烘乾很浪費時間 我想要用就是趕快出去 然後TOTO也有比較低階的 這款最主要它是順熱式啦 那比較低階的就是除水式 如果同時兩個人大便的話 第二個可能就沒有熱水 對 那先帶大家看TOTO吧 我們再看小米 TOTO的部分它的遙控器是長這樣 長方形一條的 不是在馬桶旁邊 所以你這個你想要黏拿你就黏 我也喜歡分開的設計耶 而且它這遙控器質感很好 就是這個遙控器配這樣很像水軸的 正面啊你看起來功能啊 是沒有非常多洗屁屁好洗 女生重要部位 然後前後洗灑花洗什麼洗的 強弱啊位置啊 所以下面這邊啊 還可以設定你個人的喜好 第一個人是怎樣 跟開跟車子一樣 車子的位置 對然後後面啊 這邊還有變功能 還可以調水溫跟變速溫度 質感其實是很好的 這種分開的啊 其實會省一點點空間啊 所以一般 就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擠 對因為一般免治馬桶啊 其實它都是在旁邊這邊會多一塊控制的 可是分開來講 其實整個看起來會稍微舒服一點 對就是 TOTO這個功能其實基本上就是也是該有用功用 要不要射擊一下給大家 好射擊射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力道蠻強 射出來的時候那個力道是很很很勇猛的 趕快射擊 而且這兩款都是有燈的啦 它剛才先清自己的頭才準備要射 你做下去 有沒有 它水是色的很搭 可是其實我現在水量在走到這邊 欸 感覺很強 它現在是另外一個比較溫柔的模式 也是洗衣服 我通常都只有用到這樣 因為我覺得第一種好痛 然後比較常用到我覺得是這個啊 這個我覺得小米的做比較沒那麼好 我試給各位看 按一下 它就會這樣子有沒有 現在你會看到它在 左右左右有沒有 這個我覺得是也可以洗的比較乾淨 你看它調到最大了 很痛 欸 其實超強的耶 很強 真的很痛 那你自瘡都被消滅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婦女的模式 婦女的模式就很 就是稍微比較前面一點 然後會溫柔 就是對待女生要溫柔一點 不同的噴嘴啦 它這樣看起來是總共有三個噴嘴 現在是用最後一個最下面的噴嘴 在噴婦女的模式 然後它你在用的時候 都還可以再調整自己的位置啦 大概是這樣 那以上就是簡單的介紹 我們就我們的感受啦 你覺得這台洗起來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一台的水柱啊 比外面的稍微大槓一點 就是 怎麼講就是 就是它的水柱是比較 粗的 對 感覺它噴的範圍比較均勻 嗯 對 可是那個小米那台感覺很 就是它的洞 就是噴頭也比較細 比較尖 喔我覺得它的水出孔比較大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平均 然後我們會比較舒服一點 我們剛才說的 買偷頭一定要水龍捲就是這樣子 按一下給各位看 嗯 它其實用的水量非常的少 然後 有沒有沒有 它是 就是那個威力跟水量有它的專利啦 所以它水量雖然用的很少 可是基本上都還沖得掉 水龍捲最大的 最大的好處是 它在洗馬桶下去的時候 它是整圈一起洗的 對 所以它會整個馬桶都稍微沖一次 有一些人大便可能黏黏的 它就會一起沖 TOTO這台接縫啊 各方面的一些細節啊 這比小米那台稍微好一點 不過小米那台真的是價格太有優勢了 這個要兩萬五 我們來看一下小米吧 小米的喔 先跟大家講小米的價格是多少 剛剛大概就是五六千塊 加完運費頂多七千到八千塊 對 你可以買 三台 對對 真的可以買三台 所以你真的可以自己衡量看看 你到底想要買哪一種 因為其實在我認 在我兩台使用起來 我是覺得差不多啦 我真的覺得真的覺得差不多 不過小米這一台我先講 它有一點要非常注意 就是它需要220的電 我當初是有留220的電 喔這非常的重要 可是不會太困難 因為一般現在的熱風扇啊 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TOTO熱風扇啊 也是220的 所以只要在裝潢的時候 起水電再拉一條下來 就有220了 然後呢來講一下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 它最大的差別是它是坐在旁邊嘛 剛剛TOTO是在那 然後它這個沒有辦法設定 就是譬如說設定喜好模式 沒有辦法設定1號人物跟2號人物 對 可是其他的功能講真的 我真的覺得真的差不多 對 而且它也有燈喔 雖然很便宜 它那個燈也是白色的很明亮 我先關燈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看到沒有 其實也是非常漂亮的 其實很美 然後接著我們來噴一下好了 好來噴一下 來噴一下它的喜咖撐的部分 一樣喔 它也先自動清潔 跟TOTO一樣 先自動清潔以後才會出來 出來了出來了 有沒有它的水中就比較小 對 比較小隻啊 你會覺得被抽到的範圍 比較小 對 然後它這個跟剛剛TOTO不一樣 它只有兩個 TOTO有三個 它現在這是最強的喔 可是它的水也感到很順 對阿 給大家看一下少女魔水 對 少女魔水 哇 感覺上 感覺上TOTO那一台比較 分散 它比較集中 對 可是它其實 你看它已經分了五個孔 對 它的噴嘴也是很不錯 對 可是它就是有想要走稍微溫柔一點 它跟隔壁TOTO用起來的那個方式是不一樣 可是其實兩台阿 真的我真的覺得真的差不了太多 可是這個加差真的太大 真的太大 不過小米這台真的阿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220的電阿 如果你一般家裡現在要220的電 除非你重新裝潢 要不然都比較麻煩 而且這個是電熱式的 不適合用110轉220 比較會有危險 我們看一下它的做工 因為兩台跟我們差不多 譬如做紫外線殺菌阿 或者是作溫也都是有的 對 我們最後阿看一下 其實它的做工也不會很差 不過它的縫隙阿 你就可以看出來稍微大了 比較大一點 比較不均勻 可是整體來講阿 其實你也不會感覺它是一個很不好的東西 對 就是你會感覺 哇其實 五六千塊也可以買到這樣的東西 其實感覺非常不錯 可是我感覺我現在好像便是購物台 呵呵呵呵 可是真的是真的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是真的就直接裝了兩台 然後我們真的也是 就是洗屁股的鞋 這麼多個月 告訴大家我們的使用心得跟感想 對 我們也會把SmartMe的放在底下 如果你有興趣阿也可以去看看 那最後我們再看一下 可以顧一下這兩台外觀跟造型 是長這樣 你要戴慢動作嗎 要戴慢動作 好 戴慢動作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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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一個蠻值得介紹是我們家的浴室門 對 這個是妞妞爸給我們建議啦 其實我們家浴室門當初想了好多的材質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真的完全的乾絲分離 只有局部的乾絲分離 所以我們這個浴室門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門框有點反光 對 這個門框啊 其實是不鏽鋼白烤 這個也是單價稍微高一點 不過這個東西就是會一勞永逸啦 就是再也不會壞掉 可是我們的門是石墓門 對 我們的門啊 其實就跟房間門一樣 是一樣 因為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會讓水啊 不會跑到那麼出來 對 它基本上不太會出來 對 就是不太會往這個方向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門啊 就是已經不是用塑膠門 塑缸門之類的 我們今天的知識很專業耶 對 對 我們今天沒有搞笑 就是應該說也不是說專業 就是我們真的使用薪格的分享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看大家的預算 對啊 如果說你的預算可能就是想 喔 可能一萬塊一下啊 然後不要太吵 我真的就真心覺得可以買小米 可是你就是要記得留220的點 對 然後 大概就是這個 你今天還沒搞笑 我要搞笑一下 欸 不是今天就是專業 就是你知道 Positional嗎 對 就是專業的一集 真的嗎 對 為各位展示一下我的手錶 好好好 我知道好了 不用買新的 中路 中路 你看我真的勤儉持家了 喔 可以了可以了 最後一點字呢 你跟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來 我這個開關 是控制天花板的 關 開 關 就是控制這上面的 那我當初一直建議大家 在買這種智能開關的時候 最好兩開 左邊這一塊 我是控制浴室裡面 左邊這一開啦 左邊這一塊 左邊這一開我是控制浴室 可是我把右邊這一開呢 也同樣透過VB去設定 按一下 也可以控制浴室的外面 所以這樣子也非常好用 按一下 看到它看得出來 你稍微這樣 好 你開 開 對 就是裡面也可以開關 上面 好啦 今天的影片已經結束囉 要不要看一下我的木律用品 你的木律用品 欸 木律用品 你大概想會香香的嗎 那你感受一下我的木律用品 感受 看一下你的木律用品 嘿啊 老爸 老爸都用這樣 從頭到尾都用同一關 然後也洗澡 超洗澡 小朋友的在這 你看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 我的在這 茶用的最貴啦 我都在這 我都藏起來 放最高 因為小朋友拿不到 因為幼兒都會拿我的那個 倫巴乳這樣 幼兒很愛玩 那幼兒把倫巴乳截到處都是 然後幼兒很愛花 對啊 好怪 浪費 然後我們這次 其實浴室不是花最多錢的地方 我們還是想省一點 像其實我們的 這個沒有換 對 我們的旅門窗沒有換 通常有換都一起換 所以我們想說 還是要控制一下預算 因為它還是好的啦 就是舊了點 可是當初想說 其實這個東西 跟我們之後想要的搭配顏色 也是過得去 所以我們就沒換 好啦 今天的影片結束啦 再來就是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點子時發布影片 一鏡到底 我們明明見 掰掰 掰掰